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引进落空这四个字 对,其实我们在聊这四个字之前 我们先聊一下八法 什么是八法 我一提到这个八法 大家会不会第一时间就想到 彭履结案材料轴铐 不是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八法 是陈欣在写引进落空之前 先提到的这个八法 我感觉这个八法 是对这个引进落空的一个详细解释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吧 算是 既然陈欣是先写了八法 后写了引进落空 我们今天也还是先聊八法 好吧 八法的第一个字就是接 接手的接 陈欣那本书上说是交手 不过他俩都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两个人对峙 肯定是要先搭手之后 才会有接下来的动作 对不对 不过这个东西 我感觉放在现在不太适用 其实不管是现在也好 还是以前也好 都不太适用 就拿现在来说 什么擂台啊 什么街头格斗啊 这个东西 没有人去给你搭手啊 下来就是打 对不对 所以太机船里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挨着何处 何处鸡 这一句话就表示 这个接 它并不单单指你 两个人手碰手 这个样子算是接手啊 而是指别人碰到你身体的 任何一个部位 它都算是一个接手啊 大家千万不要搞混 这个概念啊 实战的时候 没有人去给你搭手啊 这个是接第一个 第二个字就是引 说到这个字啊 我们先组一个词 就是引导 引诱 前行那本书上说是引透 我感觉应该是印错了字 或者是错别字 之类的东西吧 我感觉引导或者引诱 更恰当一点 就是说你交上手之后 你要去引导对方 让他去你想让他去的一个地方 这个东西算是太极拳里面的一个特点吧 说白了啊 就是你对巧劲的一个运用啊 有很多人说什么画劲啊 什么四两拨千斤啊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四两拨千斤 他并不是说你用四两的力量 去化解别人一千斤的力量 这个东西基本上算是不可能的啊 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用比较小的一个力量 去化解别人比较大的一个力量 说白了还是说这个巧劲 大家千万不要去搞混这个概念啊 这个是第二个字引 第三个字啊 进 前进的进 在这里我不管是 其他人怎么教 怎么学这个太极拳 在我们太极拳小架里面来说 有一个词叫做 宁静不退 下在上弦 这个下在上弦 我们是聊过的 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宁静不退 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在练拳的时候 你重心到了位置之后 你就不要来回的调重心了 我们练拳调重心 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你的发进 你在发进的时候 你在发进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是说你住内不住外嘛 对不对 你在外形动作上不要有过分的一个肢体动作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在交手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给别人一个信号了 你如果外在有过多肢体动作的话 所以说你操控是操控你自己的内在 什么手进啊 什么转弯那些东西 操控的那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就是宁静不退啊 不管是交手也好 还是打拳也好 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宁静不退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叫做边引边退 边引边进 就是跟上一个字 引有直接关系啊 然后比如说是上引下进啊 是左引右进 这个都是一个引和进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一化一打 这个东西就是跟大家聊过的 这个是第三个字啊 进 第四个字是转 在这个地方转不是说你转身子啊 他是说转是转观的意思啊 转观 转观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聊 对不对 我也说过这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为这么重要啊 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说 顾平速打拳 拳在一起一转 所谓得势争来卖 初期在转观 这个是陈欣说这个转观的时候 一个重要性吧 算是转观 在这个地方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转观 你如果不会的话 那么你这个进 就基本上算是用不上了 你不要感觉你可以打出来发进 你了不得了哈 但是你这个东西打出来发进 你不知道原理 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不够经典 那么你就做不到随时随地 随心所欲的可以把这个进发出来 就是重要就重要在这么一大块啊 非常重要 这个是转观 转完观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是吧 第六个字 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就是鸡 鸡人的鸡 就是打鸡 陈欣那本书上说是鸡敌 就是打你的敌人 其实我们转完观过来之后 就要打了 他在这个地方分的挺细的 我们今天就往细来聊 好吧 我们说转就是那个鸡 鸡人的鸡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羊 对不对 它是我们就是阴急生羊的一个发进 这个是鸡 我们在聊那个 注阴不注羊的时候 聊过这个东西 我们说羊只是一瞬间的发进 但是在这个一瞬间之前的那些过程 大家一定要是注意的 我们说注阴不注羊 就是说你这个发进 你发出去之后 你就不要再管它了 羊只是一瞬间的事 注就是注你身体里面续好的那个劲 就是说发进是一瞬间 一瞬间完了之后 立马要接下来再续进 续进就是为下一个劲而做准备 所以说第六个字就是续 续进的续 陈欣那本书上说是含蓄的续 但是对是含蓄的续 就是续进的续 我们说太极拳小架 我经常说一个东西就是 你打的快你瘦的更快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能说是 你这一个劲发出去了 你就处在那不动了 你这一个劲发出去之后 你要为你的下一个劲而做准备 所以说你就是我刚说的 那个注阴不注羊 你续进比发进就是更重要一点 注意不注意 不是说你发进不重要 而是你续进比发进要更重要一点 就这个意思 跟大家打一个比方 让大家更好理解一下吧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打散打呀 拳击呀 他们是不是这一拳打出去之后 这一拳不管是打到也好 没打到也好 他们是不是都要收回来 然后为下一个劲做准备 不管是右手也好 左手也好 他都要为下一个劲做准备 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你续进比发进更重要 并不是说你的发进不重要 发进肯定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第七个字就是流 流有余地的流 不是老流这个流 流有余地的这个流呢 其实我感觉这个字 从字面上挺好理解的 不过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 先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你两个人交手 你两个人交手 你使了浑身所有的力量 发挥出这一拳 发挥出这一拳之后 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首先我们先不管你是打到也好 还是没打到也好 前提是你打出去这一拳 如果说你自己都站不稳 你自己都失重了 这就表示什么 这就表示你不会用 你身体里面的一个能量 你不会使那个力量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我经常说 那个太极拳练的是什么 太极拳就是要让它 让你 不是让它 让你学会它的一个用力方法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 很好的运用好这个流这个字 我感觉就是你可以用你自身 很大的一个能量 去打你的对手 但是前提是你用这个能量 你可不可以保持住 你身法不散 就是说你重心可以很稳 静也可以守得住 这个是你要做到的一个地方 也是对这个流这个东西的一个解释 算是 这个是流 如果你做不到这个 那么你就是不会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力量 你看大家 你自己都站不稳 你就算是发挥再大的能量 能怎么样 也算是破釜沉舟了吧 那个意思 最后一个字 就是第八个字 停 陈欣那本书上说是 穷兵莫追 不犯无戒 即执矣 其实我们上一期聊这个界限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过这个 不犯无戒 其实也跟大家详细的解释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今天呢 就单独拿这个穷兵莫追 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知道啊 穷兵莫追这个词 是不是一直都是运用到胜利的一方那里的 对不对 只有占优势的那一方才可以用穷兵莫追 这个词形容你的对手吧 算是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不占优势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 我这个东西好像是在发信的时候 还是在什么地方 我忘了哪个视频了 聊过 一个词叫做 强弩之末 穷兵莫追跟强弩之末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 好比你打这个发信 你发信出去之后没打到人 你感觉还有一毫米的距离 你就可以打到他了 这个时候你还要往前 再打一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强弩之末 强弩之末 穷兵莫追跟强弩之末 我感觉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吧 就是说 你都不要破坏你自身的一个规矩 出你自己的一个界限去打别人 他在这里说是不犯无界即可 犯了无界呢 即打 即打 是这个意思 停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八法呀 把这个八法跟大家聊完之后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引进落空 就有一个更深一点的了解了 其实说是引进落空 大家 我感觉都基本上算是 只对这个引和进 了解的比较深一点吧 那个落和空 大家对这两个字了解的怎么样呢 今天啊 我就先不聊这个引进落空了 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也算是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吧 让大家思考一下 对 你有什么新发现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吧 最后啊 跟大家报告一个事 就是我一直感觉要把那个初学引路 那个系列做完之后 才能往下跟大家聊其他的 但是呢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压抑啊 就是说我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聊 但是碍于那个初学引路 那个系列啊 就一直往下放 往下放 感觉挺不好受的 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想到什么 跟大家聊什么啊 就像今天的这个什么 呃 影音落空八法这个东西 不算是初学引路里面的 呃 但是呢 呃 那个如果有初学的朋友想问我问题的话 我还是会往那个系列里面加内容 好吧 我还是会往下来 如果你能够听一下 我还是会往下来 就像是最后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